台16线是许多人前往水里的交通要道 车流量也相当的大 但在吉吉的八张路口交通后置 每当右转指示灯熄灭时 都会有两秒钟红灯的缓冲时间 而许多民众都以为 右转指示灯熄灭后就是绿灯 直接执行 时常会造成交通事故 台16线往吉吉八张路口 因为后置十秒差的关系 所以常常大家遇到一个预期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我们的右转指示灯熄灭的时候 就整个主干线就会变成绿灯 所以说大家看到右边的指示绿灯熄灭的时候 转换的时候 大家就说主干线一定是会绿灯 但就往前冲 都没有看到 就说其实依照我们交通耗置设置的一个规则 有两秒钟的一个红灯的缓冲时间 现议员陈昭玉接获陈勤后 会同相关单位前往会看 陈议员指出右转指示灯熄灭时 都会有两秒钟红灯的缓冲时间 目的是在进空路口 而不是耗置设计不良 所以希望我们行人 我们开车经过这些的乡亲 一定要记住 务必要依照 号置的一个指示 来行驶 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 因为路口要进空的一个关系 并非它秒差 适当 所以照遇在这里 佛佑我们的乡亲 一定要了解 它设计的这个原理 这样不会去想的时间 其实14车祸90块 也没差到那两秒钟 台16线八张街路口的右转指示灯熄灭时 都会有两秒钟红灯的时间 目的是要进空路口 纯昭玉议员呼吁民众 要依照耗置行驶 不要抢坏 避免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邱平毅 及其采访报导